各位观众晚安 来关心气象的时间了 那么其实今天 各地的温度都是相当的暖和 如果您有来到高雄六归区 就可以来看看 这个宝来竹林休闲农宴区 种植的梅树 现在是即将进入盛开的旺季了 而您看看这梅花是朵朵开 已经是形成一片花海相当美丽 当然也引来许多游客 前来拍照留恋 不过明天如果您要出去玩 南部唯一要注意的是 这个日夜温差 还是相当的明显 所以早知晚归的朋友 要特别留意了 而明天晚上封面的云层 又会开始接近 会有局部短暂雨 来带您看看卫星云图 那么透过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 像台湾的上空的天气状况 都是相当晴朗的 而且气温也是明显回升 不过南北的温差 还是有一点点大 像是北部的天气 是受到了整个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还是冷嗖嗖的 不过中南部地区的天气 就是比较舒适了 那么明天温度 又会随着整个东北 风是减弱而再度的回升 像是北部明天 渴望来到25度的舒适天气 来看看地面天气图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整个冷高压 是逐渐的南下了 所以今天东北风 还是比较强的 不过从现在的晚上开始 整个高气压 就要进入东海 所以冷空气 又会开始减弱了 但是还是要注意 因为明天清晨 局部地区 像是嘉南的平原 仍然会有辐射冷却14度的低温 但是到了白天 这个气温又会回升一点了 而明天晚上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 整个封面 云层又要开始 接近我们整个台湾了 所以几个时间点要特别注意 像是明天的深夜 一路到后天的清晨 都会有局部性的短暂正雨了 那么星期一 整个东北季风是再度增强 所以星期一还有星期二 又会回到这个非常湿冷的天气 全台湾也会有下雨的机会 星期三干燥空气下来 天气又会好转 但是星期四还有星期五 华南云带冬移 又会变成湿冷的天气 星期六就是投票日了 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有短暂正雨 但是中南部天气晴朗 不过回过头来 来关系一下明天的各地温度 北部地区像是明天的低温 是只有16度 高温是来到了23度 还是要记得注意保暖 中部地区是太阳高高挂 高温25度 出门还是要补充水分 南部一样一颗灯 天气相当晴朗 高温来到27度 东部地区宜兰降雨 几率是50% 低温16度 高温22度 台东高温是24度 而外岛地区基门 也会有短暂正雨 那么金门马祖平均温度 是13到20度 来看未来整个礼拜天气 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都会是湿湿答答的天气席态 低温14度 高温是24度 另外要特别注意的是 台东还有花莲 也是多云到下雨的天气 低温是17度 高温24度 外岛地区一样天气不稳定 马祖的低温更是只有9度而已 一定要记得保暖了 最后安妮小丁妮 要在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了 明天各地其实都是早晚温差大 所以一定要做好保暖动作 另外明天整个封面云层 又是开始要接近台湾 所以晚上会有短暂正雨出门 一定要记得期待雨具了 我是乖安妮 广告过后请您继续锁定中视新闻 明天各地情况下